你怎么把你打开 我不行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它打开 我害怕啊 我不要录这个 欢迎来到我们 土豆大王临凡的 奇奇怪怪的一百种土豆做法 今天要给大家做的是 鲜虾土豆 柠檬鲜虾土豆 是适合 是适合夏天的一道清爽的凉拌菜 但是我现在就是遇到了一个难题 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 虾给它那个弄出来 我不行真的不行 它一直在动 我真的不行 我害得出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虾就是活的 今天把它这个虾 我们就先准备这个做料吧 好吧 首先我们要弄土豆 今天我们要把它弄成一个土豆片 薄薄的土豆片 怎么办嘛 就是我害怕我把它弄死啊 它一直蹦来蹦去的 你看它一直动 它听懂了 既然你如此的怕虾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挑战 如果挑战成功 有工作人员帮你 怎么怎么挑战 把这个虾放在你的面前 你的表情只要动了一下 或者你尖叫出来的话 那你就要自己尝试弄死一个虾 土豆豆丁 土豆块 土豆片 土豆丝 土豆丁 这道菜是第一次出现活物的菜 这个活物简直是不要太满意了 妈呀 它一直在动 不知道谁这么完全 要不我把它养起来吧 要不我们今天不做了把它养起来 哎怎么办嘛 好忧伤啊 我是真的忧伤啊 你们看得出来吗 而且我剥这个大蒜 看我也剥我的毛交货了 别人家的蒜就很好剥 别人家的虾也很好剪 我就是 蒜又粘在上面 虾又那个 哎 怎么弄啊 那个虾 你要挑战吗 挑战 就很简单嘛 你那个挑战 好 上虾 哎呀 我的眼睛都还在动啊 我已经不怕它了 一起来切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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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开始那个不算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一起来切 土 ready go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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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捡它啊 怎么弄虾线啊 天呐 太猜了 太可怕了 谢谢你帮我捡好的虾 我还是有点怕 它脚还在动 它还在抽 它的肉都在抽 我们现在要给它挑虾线 把虾线给挑出来啊 它也不会又动什么的吧 啊 啊 它肉在动啊 换一个吧 可能刚刚那个还没死透 我们把虾线 我不会挑虾线 一跳就动了 哇 为什么要做这个虾 我真的 我心里面真的太难受了 好 第一个成功 就这个关节这儿 给它戳起来 戳起来之后就有一根线 然后就要抓住这根线 给它弄 抽出来 做料理真快乐 好了 我们已经挑好虾线了 这张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转这儿 哇 我都筋疲力劲了 我刚刚被吓得现在很虚弱 现在我们转正厨房给它过水 给它弄熟 走吧 然后虾 虾给它煮熟了 我们的柠檬虾的做料 把洋葱倒进去 哇 还在冻 山姜倒进去 土豆也得过一下水 这个土豆煮的脆脆的就好了 做点柠檬汁 香油 生抽 来点 盐 白糖 这个都是等会儿要放的 好 就放冷水里面 把虾壳剥了 给你们看我剥虾的米菌 从这儿打开 就放下来 就放下来 吃一口 我给你们看我 这就放下来 它就放下来 我们这儿有个人 我们来说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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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现在是2021年4月12日下午5点36 所以我现在要提前抽几个 就是请喝奶茶的那个啊 B站评论区的66楼 188楼66楼 请喝奶茶每人一杯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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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